大家好,欢迎来到蝌蚪视频。 来验证自己更聪明。 这样一个传闻正是让人跌破眼镜。 他们可是两个世代的人,刘伯温是明朝人,诸葛亮是三国时期的人,也没有什么祖先关联。 民间为什么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呢? 这其中又有着什么样神秘的故事呢? 对于诸葛亮,古代就有汉国三末的司马辉、刘备、马良、司马懿等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。 还有两晋南北朝、隋唐两朝、袁明清等历史上著名的人物都给予了极高的赞誉。 这样一个传奇的人物,关于他的墓里有着诸多的传说。 最有名的传说版本是诸葛亮先生不想让后人来打扰,想隐藏自己的百年之身, 所以他特意拜托刘善完成此心愿,交代自己死后,就叫四个人抬着他的棺材一路向南, 然后以干断绳乱之处为幕,不过据说那四人抬了一天,绳子仍好好的, 他们都已经累得没力气了,可是这事还得交差,因此他们就就地给埋了。 可是回去报告刘善时却露了破绽,结果四人均被处死。 对于诸葛亮的葬身之地,后人们也不知道。 刘伯温,明朝开国元勋,本名叫刘姬,精通军事、文学、政治也是一个奇才, 他们两个在中国民间都是智囊形象的流传人,但刘姬在后,因此刘姬也常被拿来和诸葛亮相比。 虽然那是夸刘伯温,可是刘伯温就不满了,觉得他有才于诸葛亮, 因此他倒要看看诸葛亮,要挖他的墓。 但是当刘伯温挖开之后,立马就服了,他到底在诸葛亮的墓里看到什么了呢? 刘伯温发现,这墓乃是大碑套小碑,小碑上赫然地写着, 吴知后世有你,你知后世有谁。 刘伯温一看这句话,冷汗冒离一身,立马回复。 我们想,刘伯温也是一个奇才,能力也不亚于诸葛亮, 但诸葛亮出道的年代不同,比较早, 那么后人们人才辈出,有一个能够与他匹敌,不相上下, 难免会被拿来做比较。 但刘伯温想证明他自己比他强,但又苦于没法和一个死人比赛, 从而想去人家的墓里找真相,因此也就有去挖人家墓穴的那一幕出现。 最终很显然刘伯温甘拜下风了, 神圣早已经算出了他的存在,而他却不知后世有谁。 这虽然是一个传说,故事的真假,我们无从考证, 我们只当是饭后茶聊之趣事, 但是这两个人物,无疑都是让世人敬佩的。 他们创下的丰功伪迹,我们讲个三天三夜都道不完。 他们的旷世奇才给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, 给中国的历史写下了辉煌的篇章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